你給我醬餅是什麼意思 醬餅是什麼意思 再來呢 如果你要吃像貢丸或是白斬雞這種需要啃的東西的話 你的橡皮筋就跟蛋公一樣 會把那個食物發射出去 再來如果你是吃青菜類或是麵條類那種條狀的東西的話 跟你說你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出一節一節的條狀物 纏繞在你的橡皮筋的正中間 我要跟你們報告一下我最新的近況 那就是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 沒錯 今天的主題就是橡皮筋 那我在回診條線的時候 醫生就很正常的組裝我的牙齒 結果呢 他突然蹦出一句話說 嗯 那個妹妹啊 我覺得 其實你的臉其實還是有一點彎 然後中心也還沒有對症 那我們就來帶橡皮筋喔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帶吧 反正我看別人帶橡皮筋都是 右邊一條 左邊一條 其實你不要笑得太開 或是打他錢打得太開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人發現你帶橡皮筋的 醫生就教我怎麼帶橡皮筋 那我也順便示範給你們看怎麼帶橡皮筋 首先呢 我們要先用一個工具 把橡皮筋套在它的勾勾的前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醫生就說 來 我們第一個先套這邊 哎呀 我看不到 呀 成功了 成功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在阿高各裡 再來呢 醫生就教我第二條線 我想OK 那就對稱啦 因為那些 好 你這邊 你這樣過來 這樣就結束啦 沒有 醫生他進來給我這樣 來 美美來 你這樣子 在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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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再給它這樣子 拉過來 我跟你講 還沒有套上去 我就快要瘋掉了 你給我 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好 我先套完再來抱怨好不好 來 給它這樣 套到這裡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那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總結下來戴橡皮筋的五個困擾 第一 很醜 我跟你說 如果你跟你朋友打招呼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掰掰 好啦 不會有人這樣 但是我只是想要表達說 你只要一張嘴就是醜好不好 只是醜 第二 你會超級無敵容易忘記戴橡皮筋 尤其是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你刷牙的時候要拆下來 當你刷完牙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把橡皮筋帶回去 而且早上醒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很懊惱 欸 為什麼我嘴巴那麼舒服啊 沒有那種緊緊的感覺 結果正準備要刷牙的時候 我就 發現 我忘記戴橡皮筋了 然後我就會超想殺死我自己 為什麼不戴橡皮筋 因為你知道嗎 你只要少戴一天橡皮筋 你往後可能還用兩天的時間補回來 這樣子你猜橡皮筋的日子就遙遙無奇了 第三 吃飯的時候 那我剛剛說了嘛 其實你吃飯的時候 是可以把橡皮筋拿下來的 但是我的醫生交代我完之後 他又補上了一句話 呃 如果你覺得你有辦法用這樣子吃飯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不用拿下來的喔 你一定會想說 醫生你給我綁這樣子 你現在要我做不可能的任務嗎 拆下來的話我覺得優點就是 你吃飯會吃得很爽 就是 跟品嘗一樣 沒有什麼改變 那缺點呢 就是因為最近的關係 所以衛生你會非常重要 醫生說你拆下來 你要用手把它抓下來 所以當你在外面小吃店吃飯 你的手又不乾淨的時候 你就會很害怕去碰你的橡皮筋 那戴的橡皮筋呢 也是可以吃飯的 只是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只有兩種吃飯的方式 第一種呢 就是從右邊塞進去 第二種呢就是從左邊塞進去 那都有個共通點就是 它的洞都非常的小 再來如果你是吃青菜類 或是麵條類那種 條狀的東西的話 我跟你說 你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出一節一節的條狀物 纏繞在你的橡皮筋的正中間 再來呢 如果你要吃像貢丸 或是百斬雞 這種需要啃的東西的話 我跟你講 你的橡皮筋就跟蛋公一樣 會把那個食物發射出去 你知道嗎 在你對面吃飯的人 真的是真心愛你耶 因為真的超好笑 而且又超醜 第四 你的嘴唇真的很乾 因為你超難抿嘴 戴橡皮筋 你有兩種抿嘴方式 第一種就是往內抿 第二種 往外抿 把你的嘴唇往外面凸 第五點 舌頭囚禁 舌頭囚禁的意思就是說 你舌頭的生活空間超級小 尤其是你講話的時候 你會比平常戴雅套的時候 更容易講錯話 再來是你每天睡覺醒來的時候 因為你睡覺的時候都沒有講話 舌頭也不會亂動 所以他就被囚禁在那邊 然後一早上醒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舌頭 是牙齒的形狀 再來一點呢 其實我不太想講 但是這是事實 我必須要跟你們分享 你沒有辦法喇嚇 你喇嚇的時候 你只能 爛的喇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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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這樣 也不能說 就是時機到了 然後你就說 等一下 我拿一下橡皮筋 然後這樣 這樣哪不行吧 所以你就 我跟你講 你真的沒辦法喇嚇 真的不知道我橡皮筋要戴多久 我真的超想趕快拆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